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提音及相关的字 其实提音和特音一样,比特音拍在后面一点 应该放在特开头的这个音字的前面 根据我们中国语音文化主动给我们创立 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运作真正发展的一个顺序来讲 应该是在前面的 不过呢,无所谓了 无非呢,就是大家用脑子去思考 去推演,去按照逻辑去推动的时候呢 要所谓的绕个弯儿,没有关系了 那么,其实呢,这个提音呢,是一个总的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胎音 其实呢,这两个差不多 但只是那个提,是指着总的,这个胎呢,是指着开始啊 因为胎有太初啊,最初第一步,再不能再小了那个关系 所以祖宗又把它拓展了以后 就所谓有灵性,有血气,有生命啊 这个开始的阶段啊,所谓的坐胎阶段 完了以后,这是这个提音的一部分 或者说这个提音啊,是提音的一个分支啊 一个,另外一个更,这个,详尽的,某一个区域的一个拓展 一个深入的观察思考传播研究 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个呢 因为我们在那儿就提到这个胎啊,和台啊 那个,呃,台湾的台啊,台州的台啊 那么这个台子呢,实际上跟这个T啊,真正的真正能捏合到一块 它有所谓的,呃,重叠的部分 因为什么那个台呢,我们在那儿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那个台湾的台湾的意思呢 就是指这个身体啊,就是胎成了 那么以后再就是一个,呃,发展,成长,老化完的一个过程 那么呢,他就说,胎成为胎 那么呢,还是没有,就是指着一部分,一个阶段啊 那么这个体呢,祖宗就是认识到了 也是通过,都是通过,呃,自身,呃,感觉,印证啊 呃,所谓的呢,去品位啊 完了以后再往外推广发展起来的 那祖宗呢,就把我们人,自己每一个个体啊 谁观察,谁思考,就是指自己啊 这个个体的这个,呃,人皮啊 这个载营啊,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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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气力 的这个在营 就叫做体 后来呢祖宗觉得 我们也属于动物的一部分 我们的灵性 处于它们之上 所以呢 又拓展到了 不光是我们人 这个所谓的身体 叫做体 这个肉身 这个皮 这张皮 动物也是如此 所以拓展到动物人脑 再后来演变 那么就又演变到草木植物上 那么后来呢 实际上所有 这个灵性血气生命的 这个物质的 承载的物 就叫做体了 当然了 后来演变又搅一块去了 即使生命体 包含两方面 灵性血气 就又包含物质 所以呢 又混一块去了 但是呢 大家也能明映于 感觉到 印证到当中含义的差别 这个呢 确确实需要我们用内心啊 去印证 其实呢 这个体呢 就只是万物 实际上万物呢 我们不纯粹地指纯物质 这独立纯物质以外的 特质啊 当然你说万物 当然也包括 非纯物质 非灵性 血气生命 其实呢 就是万物啊 造万物 万物呢 最 基本的含义呢 就是这么印证出些的 就是这草木 重充人类 所谓的这个 有灵性 有生命 有血气的啊 叫做万物 当然后来也是一个拓展 那么不管怎么着吧 所以呢 这个体也有这么一声含义 最早是 人或动物的啊 这个 灾营啊 这个人皮 后来连草木也不含进了 再后来呢 也 万物也都不含进了 也是不含万物啊 不仅你是灵性血气生命的 什么你们说床体啊 就是核床体啊 水体啊 实体 山体啊 山体瓦泊等等 他也是有一个拓展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为什么啰嗦这么半天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祖宗啊 创建这个语音的时候 是从自己开始 玩了飞机 飞机拓展 一天一天天 广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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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 所以呢 这个体音啊 呵呵 呃 这个含义呢 非常的广泛 也是非常的广泛 一代表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肉皮啊 这个人皮 这个其他的所有的一些啊 这个物质的载体载营 那么还有呢 类别的意思 因为祖宗 全是这个万物 各种各样的万物 没有人类啊 也叫人体 那么呃 狮啊 有尸体啊 狮子的狮啊 有象 有象体啊 豹有豹体 狗有狗体 等等 这些动物啊 虫兽都有 那木有木体 草有草体 所以呢 它有类的意思 有别的意思 那么同时 这个体还包含什么呢 还包含着规则啊 或者说呢 呃 呵呵 每一体啊 每一类 每一别啊 这个所有遵守的原则 或者要完成的任务 都包含在内啊 大家慢慢去品 所以这个体呢 还有这么一个音啊 我现在只跟大家分享这个音啊 有这么一层含义 啊 有规则 所以这个体呢 还有规则 哈哈 有这个 法律 哈哈 体制嘛 啊 那都是规则约组下的一个建筑啊 所以呢 就是说有法律规则 某种程度上 也有真理真相啊 还有使命 啊 后面我们慢慢跟他要不想 使命的意思 你要 呵呵 来干什么 你都 这些东西都隐含 包含在里面 还有呢 就指着 这个 同一类啊 不同的带啊 不同的辈儿啊 这么 呃 一层含义在里头啊 有所谓的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 有过去 现在和未来啊 当然这个 敢干得更狂 我们人千百万年来经历了千百万年代啊 千百万代啊 都一样啊 千百万倍啊 都无所谓啊 层也可以叫层 呃 因为一层一层叠加嘛 呃 这个 呃 有这么一个含义 那么 呵呵 所以呢 还有连续的意思啊 你那每一层 每一代 都有连续的 有叠加的啊 还有连续的意思 所以这个体 体这个 其实含义呢 大家都可以查到 都从这 呃 这个原 祖宗创建语音文字的时候 原意啊 慢慢演变出来的 当然了 还有祖宗 呵呵 误解的啊 写错别字的类似啊 那么 当然了 这个也没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都能够 呃 这个 品味道啊 印证道 体会道啊 所谓的感觉道啊 这都没关系了 那么有这么一个体 所以这个体啊 涵盖的非常的 这个 广泛啊 甚至还有疑问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么还有呢 就是 呃 因为有带 有那个 有高低啊 是一系列的意思 既然我们人 有个系列啊 呃 为什么说有这个系列 我说那不是男人 女人吗 不 还有白人 黑人 黄人 什么这个人 那个人 华人啊 呃等等 亚里安人啊 这个这个犹太人 等等 印度人啊 等等 这些等 这也是系列啊 它有这么一个 含义啊 所以这有种类啊 这个分别啊 有这么 呃 一些含义吧 我们不多去跟大家讲了啊 那么所以呢 所以不提不同的含义 大家自己一样 这个含义啊 非常的多 那写出十几个二十几个 都都都有可能啊 那么还有呢 呃 就是不同的类别之间 还有这个差别 呃 所以也有差别 有差别呢 那么就是一 呃 它是一个系列 那么都是一串啊 有块的意思 所以呢 那么 那么这些含义呢 是有不同的这个 题字所取代 那么有这个题音以后 其实我们 可以这么说 祖宗最早赋予这个题 就是通过我们人自己 所以叫身体的题 一个人加个本字啊 啊 这么个题 其实这是一个繁体字 一个谷啊 呃 加一个 就是个啊 这么一个 一个故啊 就指着这个身体的题 是指着人人类的啊 后来说都是题一样了 那么这主要就是指这个 载营这张人皮啊 这一类啊 叫做这个题 那么不同的一系列的啊 就叫做梯子的梯 当然了 我们祖宗是用了这个木子旁的梯 我们今天这个梯子的梯 是指着什么 这是一个序列的 那不同的等级 是一级一级往上升的 所以题呢 还有升的意思 啊 有高 哈哈 所以呢 那也是 确确实实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这个 呃 体啊 分分各类啊 在这个我们人类里都 我们说也有体吗 一体啊 一层一层 你有 做才成了分娩 分娩出来婴儿 婴儿幼儿啊 幼儿少年 少年啊 青年 青年 状年 状年啊 中年 中年 老年 老年啊 老老年 这么一层含义 所以这也有一个 所谓的阶梯作用啊 就是一级一级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以后 我们祖宗啊 这个用木头 做成的这个台阶 也叫做梯 这代表呢 就是个梯的含义 是一层一层啊 一级一级 叠加啊 往上升 往高的 从母种程度上 就是我们祖宗 认识到的 所谓的进化论啊 这里面都有这个含义啊 一级一级提高啊 进化啊 哼 我也跟朋友说过 我们曾经都是病毒细菌 好多朋友不理解啊 那没办法 那么在这呢 其实祖宗呢 都跟我们讲了 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万物 无非就是草木 从属 单细菌 多细菌 多多细菌 更多的细菌啊 还有十梯的就是那个楼梯啊 等等这也是一级一级的 其实呢 这就是演变这个梯的这个含义啊 演变出来的某一个方向的发展 所以我们有梯子的梯 梯子的梯呢 后来我们祖宗做饭啊 做饭呢 蒸包子 蒸什么东西 那就是一层一层的 当然这是更后来演变啊 因为劳动力发展了 技术提高了 才有这样的技术 那么每一个这个竹子鞭子笼子一击往上上啊 多蒸吧 那么就叫梯 但是这个梯呢 体现出来了 就是抽屉的梯啊 一梯包子的梯啊 当然还有竹子头呢 但是有狮子的 狮是代表跟这个肉身有关系 我们人这个身体有关系 一个狮加个狮子啊 那个梯啊 这个梯呢 和那个竹子头啊 再加一个狮子啊 那个梯呢 是一样的 就指着 你竹子后来蒸包子了嘛 吹具啊 就是一梯一梯 一层一层 后来抽屉啊 也是了 后来我们更先进了 打家具 那个那个容器 就含有这个容器啊 载体啊 人皮啊 那么这个量具 这么意思啊 一层一层 挪下来 有梯子的梯子 那么 每一代啊 前夫后妻 过去现在未来 一个梯一代 实际上这个有一种 同类啊 一样可以相互取代 哎 那么这么一层 还是要交替的替啊 其实也是 一代一代又又又出现 交替出现 交替繁衍 声揚繁息啊 那么有个替替代 替代是因为都一样 差不多啊 所以可以相互 去替啊 去替啊 去 这个 代表啊 或者是说是 相同的作用 叫替代 那么有这么个替 替身的替啊 替替身 因为你相似 差不多一样啊 所以才能 就属于同类的啊 就是一层一层啊 也有这个含义 在里头啊 有替代的替 当然主要含义这个 它在一拓展 那其他的含义也出来了 还有呢 有一个这个 呃 替嘛 是有连续的啊 呃 有水替 因为我们是顺着这个脉络啊 就指这一 一级一级的 因为它也是连续的 这个水流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眼泪流的时候 一滴连着一滴啊 也叫做替啊 就像这啊 梯子一样啊 从上到下啊 顺着往下下 一个连着一个 就像那个梯子一样 所以呢 这个眼泪 也就是 也叫梯 那为什么梯呢 是哭 呵呵 叫哭梯啊 哭的时候流的眼泪 也叫做梯 叫做 流下的这个水 后来水这种流法 也叫做梯 但是后来又演变没有了 主要就是这哭 哭呢 你还不能光流眼泪 还有声音 通常都是这个样 所以呢 流眼泪哭 气的时候 也叫做梯 加个梯叫 吼吼大哭啊 那个头啊 我们也都跟大家分享了 那么也叫做梯 就是有声音 呵呵 这个哭的时候 流眼泪的时候 它是这么一个演变 跟原来这个梯啊 没关系 它有声音啊 哭的时候的声音 哭的时候是因为眼泪 这个水 液体 这个 连续的流 疊压像梯子一样 下来 所以有这么一个演变 当然了 我们这又提到了 说这个 体还有类别 类别就是有态的意思 那么 你看没有 固体 液体 气体 所以它有这个态 有这个类别 气类 同类 这个 固体类 固类 这个 液类 等等这么一层含义 所以这个体也都有这样 有这个含义 我们想起来再补从长 那么再往后演变呢 就是我们啊 忽然 呼吸道 里面一些某些部位 特别鼻子 那个上呼一道之间连接处啊 那么一些敏感木位受到刺激了 甚至我们内部受到刺激 也有这种情况 就会说 把这个气忽然喷出去 叫什么呢 叫 也叫梯 叫喷梯 那实际上呢 也是根据 你喷出来的有东西吗 也让它是个水 一样 也叫做梯 也是一种声音了 很大的声音 打喷梯啊 那个梯 也叫做梯了 但是要喷梯 要连着用 我们才知道 你说叫梯呢 和那个提叫的梯呢 是一样啊 有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啊 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 这个梯啊 有这个声 有高的意思 你看看这个梯子一级一级 从这个单细胞到多细胞 一直到这个实际所谓的进化啊 那么一级一级 那么所以呢 有高声的意思 后来我们做工啊 我们也有这样 我们要爬坡啊 所以我们要移动东西啊 那么就用手 把这个东西移动过去 那用手就把它弄高啊 提升啊 也叫提升 就是把它举起来 也叫做梯 有手提 一个梯子加柿子 当然这个手提呢 也好几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梯 加个柿子啊 也叫地子啊 那么那一个呢 涵盖的就更多了 就手的做工都包含在那了 特别是指提升 这个提啊 提手手提啊 不光是你把它抬高 把它举起来 把它升高啊 甚至于呢 拔 从里面去取 去取 提取啊 你看没有 去取 也就是拔 抽啊 都叫这样的 因为你就是 高嘛 从往高处使劲啊 就能把它搞出来 有这么一个题 那后来呢 祖宗不光是手 要把去拔 要去除啊 利用工具 就有利刀旁啊 这个提啊 一个是挑剔的提 就是挑着去提啊 自然也就 因为这个手啊 有有有有 把它弄高 慢慢演变着 挑剔的提啊 其实也是手提的一种啊 但是不过是手利用工具啊 去达到这个 把它东西给拔出来 取出来啊 整出来啊 把它升高了 那那原来底下在那 它就 那那分离了嘛 所以有这么一个 踢子 当然还有一个踢子 踢头的踢 踢头的踢是 不是拔了 你反正 以前呢 说那我们叫踢毛 叫拔毛 后来我们理发了啊 像我这理光头啊 那是用 一种工具啊 也所以呢 它有利刀法 用一种刀具 把这个 啊 头发毛啊 哎 嘿嘿 给清除掉啊 也叫做踢了啊 踢头 特指踢头啊 踢胡须啊 也是踢毛啊 就是把毛剪断 因为用工具了吗 断了啊 也不一定非要拔出来 断了也叫做踢了啊 那个踢出的踢啊 你后来 我们踢肉啊 把骨头从肉里头弄出来 也叫做踢啊 他就说取出来 拔出来 再后来呢 还有什么含义呢 就是一种不尊重的 踢犯人啊 踢取款项啊 踢犯人 因为他这是已经犯了罪了 大家有一种 瞧不起他的含义啊 所以 压解的意思也有了啊 所以这个踢子 一根手联系起来 这种各种各样的 祖宗这个想象力 演变就演变出来了啊 那么还有一个踢呢 就是脚踢 其实我们走楼梯啊 走踢爬爬啊 那个脚踢 那么主要是脚 来一击一击的提升 那么有了所谓的踢啊 就是一个左加个异字 其实这个踢呢 是指着脚啊 一步一步的抬升 就爬坡叫做踢 和这个手踢是一样 就是指抬升自己的身体 那后来呢 你这个人啊 这个祖宗也会些幽默 他调皮的 你脚抬起来了 同常呢 拿脚去踹 所以呢 抬脚不光说走路了 踹 你反正抬脚啊 也叫我们现在就是变一种说法嘛 所以有 又拿脚踹 又拿脚去创击 拿脚去接触 发泄使用力 这个梯子 有这么一个梯 那后来呢 这是脚来做的 那后来呢 那个脚就变成梯了 叫梯子的梯 当然了 我们现在骂人叫梯子 有的时候说是手是梯子 因为我们有时候手脚并用 我们这个手工用太多 后来慢慢的 因为我们本身这点发展 都跟动物也有关系 慢慢把那个脚 那蹄子的含义呢 就给了动物了 不管是都是蹄子了 虎蹄子 狼蹄子 牛蹄子 马蹄子 都是他的指脚 因为他都是脚 我们人呢 最早是从人来的 慢慢广义出去了 但是呢 你现在再说人蹄子 就有一种骂人和畜生一样的 其实呢 我们和畜生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是做畜生 做成功了啊 进化了 升级了啊 一踢一踢爬上来了 被提升上来了啊 所以他走到今天 所以有这个 这个蹄子的蹄 那么还有呢 一个蹄手 加弟弟的蹄 这一个呢 实际上呢 也是手蹄 这走和这个蹄起来的蹄 一个蹄手 加一个蹄啊 那个走啊 蹄啊 还有另外一个手蹄 大家就查一个蹄手 加一个商字 加个走字吧 大概这么一个字啊 就要 也叫蹄 这个蹄呢 含义就涵盖了蹄 呃 一个蹄手 加个蹄子 一个蹄手 加个蹄子 一个 呃 蹄地的蹄 加个蹄刀 一个蹄子 加个蹄刀 所有这些 你蹄啊 这个含义 他都可以用啊 祖宗以前这个时候上 你见到这个字 你都可以啊 他都是各种含义 都有拔除 有有有取出啊 有提升 有抬高 各种各种含义啊 当然这个蹄子 今天已经基本上不用了啊 我们主要用的最多的就是啊 一个蹄曲的蹄 一个蹄手 是一个蹄 蹄刀 还有一个呢 蹄头的蹄 而这个 还有一个 我说这个一个蹄手 加蹄子啊 这个蹄呢 呃 抹鼻蹄 因为 你那时间 这要给他安个地方嘛 你总要有所分工 慢慢就演变成了 抹鼻蹄的意思啊 鼻蹄 蹄的时候 哭的时候 去磨啊 用手去擦叫它踢了啊 有这么一个字啊 我只是觉得好玩 有意思 他们之间有能量联系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还有呢 主动自然而然呢 就有所谓的草踢 草踢呢 这是草这一类啊 有木踢 木踢呢 结果被用了制作踢子了啊 今天我们这个踢子金属做的 也是木头房那个踢子啊 那么有木踢 那么还有自然而然有鸟踢啊 就是只鸟这一类啊 有兽踢全腰的 那么跟人一样呢 实在叫踢 这些基本上现在都不用了啊 那么还有水踢 水踢呢也有啊 我们前面都分享了三点水嘛 枯气水流动也叫做踢 那么这就是金木 有土有石体啊 还有王体 王体还说是玉啊 也叫做一种玉 实际上我们祖宗很有意思 好多音啊 都给你加个王子 没有别的意思 都是指玉 加石子有时候也指玉啊 那么有这么一个演变 我们这些字呢 你们比较偏僻 只是跟大家提一提 祖宗的那个 我们语音文字发展 演变建立 从建立开始发展 演变一直到我们今天 祖宗的主要的一个脉络 无非就是金木水火土啊 阴阳 草木重兽之类的 这点往上添加啊 有石头 有土 有啊 就就这么点东西偏旁 主要的就指那一类 什么旁跟什么有关系啊 基本上就这样 当然后来我们沉淀的方向不一用 有通用呢 就有时候我们现在 也都能够辨别出来 我只是跟大家去分享 就有这么一个脉络 那所有这一些呢 那自然还有另外 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 因为我在讲 分享论语的时候呢 有些朋友跟我讲 里面有几个字 就是脚丝旁的提啊 丝子旁的提 一个脚丝加个式 一个脚丝啊 就是丝子旁加一个弟弟的地啊 有还有脚丝旁的就是这个提呢 有的朋友就说啊 英文的当时描述的说是红色啊 为什么这个提是红色的 那么你这个含义跟红色没关系呢 实际上主动叫丝提 丝的这一类的整个这个一个过程 那实际上那个丝啊 是有个勇 勇是在这个箭里头 那个东西是棕色的啊 红色的 再后来呢 因为我们我们刚才还提到一个事啊 忘了 呃 现在又想起来了啊 又讲到这 就是要要 因为他都是联系的嘛 就是我们要拉伸啊 要提 曲啊 要抬高一个东西呢 它有个把手 所以提还有手的意思 就是那个把手的意思 还有环的意思 后来上马啊 那那个安子 那个马灯子也叫马蹄子啊 有的地方这么叫啊 就是上了 坐在马背上 马安子 那个两面实际上叫马踏板 那说马灯子 那叫要提 那么这个提 为什么我也提到脚丝呢 那个脚丝以后呢 主动用这些东西做成这个 把手环 特别是像在马上用 那么老模老模啊 就变黑了 所以我们主动啊 黑啊也很幽默 有时候叫红啊 因为红嘛 总是有个调皮 比如说我们有的地方 叫这个黑面 其实黑面也不黑 无非就是这个精粉啊 到了最后和皮 这个麦皮啊 接触比较近的地方 那个麦皮那种颜色 那其实这个棕色 但是呢 有些地方叫黑面 白面黑面呢 特别是北方 那么它叫黑面 这它不黑 那就是一个棕色 麦子皮那个颜色 但是它也不是纯麦子皮那个颜色 纯麦子皮面的是肤色啊 这个麦子皮叫肤嘛 所以叫肤色 那么这个颜色呢 它叫黑 但是呢 有的地方也叫红啊 麦子皮那个颜色要红 所以那个面呢 他们不叫白面黑面 因为面粉是白的嘛 它叫白面红面 红面就只是那个黑面 就是麦子皮那个颜色 后来我们特别这个 这个丝啊 这个代表颜色的比较多 有素色啊 那个那是白色啊 还有这个 唇 唇也是指白色 也都是角色旁的 那都是原来的唇 为什么素色 就是你没用过的 都是白的 那后来呢 干活嘛 老五老五 油灰全粘上了 最后就成了黑的 黑乌乌的 棕色的 所以呢 那那那黑色的 听起来不好听嘛 所以叫红色 所以这个角色旁 那个加柿子啊 或者角色旁 加个 T啊 啊 有用绳子拴起来 这个意思 特别是指衣服啊 祖宗那个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衣服 这么闲心 早上一天换几套啊 我们现在这个女士 特别鞋的这个衣服 祖宗那个时候 一套衣服 穿几年呐 磨过去磨过去 都正妙 也没工夫 去洗啊 都黑乌乌的 所以也叫 你就是丝弄出来的 也都变黑了啊 叫变红了啊 那个其实就是脏色啊 叫做T色啊 也叫红色啊 你让红好听吧啊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事 实际上雪也可以变黑啊 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黑也红 红黑就一样啊 那么自然还有金 金就是所谓的 我们更现代的 所谓一个金服啊 叫做金梯 其实祖宗以前就是金的工具 但是呢 没有火 因为祖宗认为这个火 这个东西是无情的 不属于有情 所以这个T啊 大家去找 没有火的旁的 也没有热的旁的 就觉得这个东西 天T啊 在有个后面的字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到这些啊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演变的方向啊 我们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啊 还有一个T 就是 还在讲 还有心T 心T呢 警惕的T 一个心 加个意思 一个 这个呢 是指着用心去思考 我们人类 各类 那么 我们刚才跟大家都分享了个T 所含有的一些意思啊 一代一代的 有规则 有真理真相的意思 还有什么呢 有任务 你要来干什么 都要去思考 这些东西又不是公开 就写在那儿了 无字天书 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 印证 把它找出来啊 这个题 这个任务 这个规则 这个真理 那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没找到 怎么办 就会心惊 要警觉 要提醒啊 要让自己提醒啊 要让自己啊 不忘初心 所以警惕的T 就有这一点 用心去通过T 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啊 因此啊 在演变演化 所携带的信息呢 用心去思考 去揣摩 去研究啊 把这个 我们所有的 他就有疑惑啊 确实有疑惑 我们这个东西里都疑惑多了啊 把所有的疑惑解决掉啊 所有警惕的T 当然了 还有一个T呢 一个心 加T 那么这个呢 就要 谦卑下来 别弄得狂妄刺大 我现在当了 总统 我当了首相 我当了 总理 我当了什么 总督 我当了主席啊 等等吧 就觉得膨胀 所以要小心 用心去想啊 要谦卑 人跟人 自己不必别人大 万物 我们也不必 病毒系 病高级啊 其实大家都一样 都是在一起的啊 嗯 当然高级 也不能说不高级 本性是一样的啊 嗯 其实一切都是平等的都一样 只不过 道路的程度和慢慢警觉走在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会有所差别 所以呢 要认识到自己要缩小自己 所以要谦卑 所以要心去考虑自己要缩小自己 要谦卑 啊 要柔软 所以有T啊 用心 加一个弟弟的T 当然这个弟弟的T也读作T 是指的 也是 因为你小了 不要去膨胀自己 要觉得 我要吃饭 别人也要吃饭 哎 别的动物也要吃饭 我是生命 别的也是生命 实际上要真正能量 去观察思考揣摩研究啊 每一题啊 每一类 哎 嗯 当中这叫问题 并且呢 只有到了人才能去解决这点问题 因为人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由选择权嘛 和人的思想啊 嗯 也那个人也 风险也很大啊 嗯 这以后啊 在生命的真理真相里做统一论里做跟大家分享 那么 我们还要跟大家讲到一个所谓的啊 更重要的一个题 这一个呢 看该的范围呢 是纯属 形而上的 就是我们今天啰嗦这大半年啊 半个小时 所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这个题题目的题啊 题目啊 是指着主题 所以我们在前面分享这个题有规则啊 规则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有疑惑 所以问题也是这个题 一个是假叶子啊 啊 有题目 你每一题里头 每一类里头 万物啊 物种啊 啊 嗯 各个这个灵性学习生命啊 都有自己的使命任务 都有自己的主题啊 你生来是干什么呢 或者叫主题 你每一题里头都有这么一个任务 都有一个规则要去分手啊 呵呵 都有所谓的道理应该去完成 完成了就升级啊 上上一题 提提提提提到就有 就像孔子所说 作者其人也 所有的这一些啊 灵性学习生命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啊 地球上最后都必须做成人啊 都要做人 经过做人这一关 那做人啊 也有这个题 也有主题啊 主题是什么 就要认识到这个真理真相 不是来吃喝辣子睡的 吃香的喝辣的 吃了 为什么活着 为了吃喝 吃喝为什么为了活着 活着为什么为了吃喝 他就是 呵呵 鱼吃 不明白 忘了初心的一种表现 这稀里糊涂嘛 那不是那个样子 我们有主题 有规则 我们要遵守 在哪里呢 在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当中 在非疑 也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所以这些呢 都叫做题啊 这些题呢 既有啊 疑惑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列 列下来啊 记录下来 跟同力去分享 所以有了文化 文字 这个知识信息 真理真相 各自认识 各类各样的宗教 宗教都有主题啊 各类各样的这个认知啊 文化啊 各个文化也都有啊 主题啊 其实主题都一样 就是所谓的 三界的这个真理 也叫天道法则 那么就叫这个题 题呢 当然我们要去问的 要不断的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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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题 有疑问的意思 所以我们有问题啊 要就问 通过反复的问 反复自己跟自己的这个 跟同力之间这种分享 交流 交通啊 逐渐完成这个主题啊 完成这个使命啊 答完题 把合合的答卷交上去啊 就有这个题啊 等等啊 这个含义 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到 关于这个题啊 这题字啊 就跟大家落到那么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